约尔书是一卷很特别的先知书 作者并没有提到他所生活的时代 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君王 在约尔书中我们会看到其他先知书的内容 所以要么这卷书是先于所有已知的先知 要么这卷书就是比较晚期出现的 先知约尔也区别于其他的先知 他也没有指责以色列具体的罪 而直接用耶和华的日子来串联出整卷书的主题 今天我们所读的是约尔书的第二章 对应第一章所讲的一个曾经的耶和华的日子 约尔在第二章宣布了一个将来要来到的耶和华的日子 这里所讲的是一场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灾难 与第一章相呼应 约尔同样引用了蝗虫来表明这场灾难 而这次与第一次不同 这次感觉上是像蝗虫一样的军队 而且这个军队的攻击力影响到日月星辰 那日是黑暗幽明密云乌黑的日子 好像晨光铺满山的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 他们一来地震天动 日月混暗 兴素无光 面对这样大而可畏的日子 约尔呼召百姓要悔改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 悲哀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约尔劝勉百姓 神期待看到的是从心中真实发出的悔改 而不是悔改的仪式 而面对先知所发动的悔改 神做出了回应 神要为着属他的土地大发若心 从审判转变为救赎 西安的民纳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 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露 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而最重要的是 神也亲自的临到他子民的中间 无论是年老的年幼的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会被神的灵充满 我可以说 你不想要再决定了吗? 我可以说 你不想要再决定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